火箭军由兵变军是奋斗而辉煌的五年 也是火箭军人才队伍蓬勃发展的五年 火箭军党委通过统筹规划持续推进 培养造就了一支体系更加完善 结构不断优化素质全面提升的人才队伍 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为实现随时能战 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标准要求 打下坚实基础 鞍双斌 火箭军某导弹旅一级军事长 在中国国防部今日中国军队2017宣传片中 这位被称作金手指的老兵 作为全军士官的形象代表出境 他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电缆电钮中自如训练的场景 让人过目难忘 今天的鞍双斌已经从火箭军某导弹旅发射测控技师 成长为一名发射架指挥长 作为火箭军部队中拥有士兵最高军衔一级军事长的兵王之一 曾经的金手指现在担负起了指挥操作教学帮带等多重重任 在他的身旁成长起一批优秀的全能号手 我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操作大股常见的一级军事长 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关怀 更离不开国防和军队快速发展 特别是火箭军游兵变军后 实战化训练越来越严格 对我们一线号手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如今我作为一名发射架指挥长 眼睛里不仅要有装备 更要有战场 华山300号请救电话 300号电话电话电话 一名士兵的传奇 只是冰山一角 人才方正的壮大 铸就利剑辉煌 每年毕业季 火箭军工程大学和士官学校的学员 都要组成全建制发射旅 实施实弹演练 学校紧跟时代之变 战争之变 部队之变 把课堂搬到发射场 让交战交出硝烟味 将实弹发射等实兵实装演练 作为锻造打仗人才的自动车 按照上庄汇超 上纲顶用 上场能战的培养目标 让学员在战场领取毕业证 在真实的战场环境 摔打锤炼 打仗型人才 让课堂更加紧密联系战场 让教学更加精准对接打仗 努力为火箭军 培养高素质 技能型 具有坚强领导力的 事关人才 作为一支 以高技术支撑 靠高技术打仗 凭高技术发展的战略军种 火箭军比其他任何部队都深知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道理 比其他任何部队都渴求能打胜仗的高技术人才 360号 接上级通报 我迎1号阵地 西北侧由微弱大大卫气体飘来 高要注意 发射单元 立即组织全防护操作 其他要素组织全身防护 这是火箭军部队 一次常规的夜训 夜幕中 官兵们操作熟练 配合默契 特勤处置紧张有序 没有人知道 他们操作的是 刚刚配发部队不到一个月的 新型号武器装备 而整套操作班子 是夜训前 临机抽点 随机组成的 在现场指挥 全防护操作的 是导弹营长张亚 2010年3月 张亚毕业于第二炮兵工程大学 有着兵器科学与技术博士学位的他 主动要求到一线作战部队工作 在工作中他发现 由于导弹武器昂贵 操作复杂精密 很多号手对武器装备缺乏全面了解 不敢放手操作训练 影响了训练效率 针对武器装备 更新换代快的特点 我注重发挥自身理论优势和专业特长 在抓 应对专业理论学习和实装操作过程中 广泛采取 试图帮带制和 启发式教学等方法 为每名官兵制定成长的路线图 快速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 近年来 一大批高学历优秀人才 充实到火箭军一线部队 各部队坚持把军事训练 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让他们在基层部队中摔打锻炼 在科研革新中当主角 在军事训练中挑大梁 在针眼石炕 专攻精炼中模拟意志品质 提高作战能力 让优秀人才在极难显重任务 和艰苦复杂环境中担当重任 做到执行一次任务 经受一次锻炼 培养一批人才 我们把千里的关键核心岗位 按照ABC三个等级 每个月考核评比打立台 滚动排系 形成了庸者向 能者上的上岗机制 培养了一大批跨专业 跨型号 一专多能的主干形体 推动了部队快速转型 战斗力的快速提升 部队要发展 关键在人才 基础在教育 火箭军把院校教育 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 指挥学院 工程大学 士官学校三位一体 成为指挥技术操作人才的摇篮 每年培养数以千计的后备力量 步入导弹军营 指挥学院构设 实战实用内容体系 搭建虚实结合战场环境 交战延战 向实战聚焦 向打赢聚力 工程大学 把仿真机动与模拟训练融为一体 攻克二十多项科技难题 研发战略导弹模拟系统 新型人才培养 走在全军前列 科研创新 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 而高层次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 火箭军研究院 瞄准实战需求 培养打仗型研究人才 瞄准并跑领跑 培养自主创新研究人才 实现由学历个体规模优势 向创新群体质量优势转变 近百名型号科研带头人脱颖而出 某研究室主任杨碧武 是该院坚持科研面向战场 面向部队 面向未来培养人才的受益者之一 他不仅成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人选 还带出一个科技创新团队 我们搞科研不仅要坐在实验室 更要走出去 我们的科研实际上就是我们科研的准心 聚焦我的实战问题 把这些问题带回我们的实验室 我们来进行创新攻光 目前火箭军研究院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五人 近百名中国科学求是奖获得者等 全国高端专家人才 近年来火箭军党委着眼打造规模宏大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 后进持续的人才方阵 坚持以战略管理人才 作战指挥人才 导弹专家人才为重点 大力实施人才培养集聚六个专项工程 加快新建幻型部队和急需紧续人才培养锻造 深化拓展军民融合预产 走开了指挥人才多岗交流 三级技术尖子人才孵化裂变 作战保障人才任务历练 新装备操作维护人才 根延根产的路子 为火箭军战略能力提升 提供了人才支撑 战略导弹部队人才航母乘风破浪 一往无前 必将在建设强大的 现代化火箭军的征程上 创造新的挥火 seven 第二番 第二番 四岳 中国工程 二 五 六 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